翻译的话 第一个我们已经完成那个 第303 题的 A 的部分 就是把那个 拍卖行情的那个列表把它列出来 总共有 四个栏 从西瓜量西瓜价 应该是西瓜价 把它拼得出来 西瓜价一直到香瓜量 OK 四个栏位 然后总共有十列的资料 然后把它列在底下 那他说要变更 变更是什么呢 帮我排序 所以第一个 如果要排序的话 那很简单 其实就是 上车里面有讲过了 就是你可以用一个 这个 Data Frame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Sort底线Values 然后后面的话 给它两个参数 一个是哪一栏 所以后面的话 by等于什么 哪一栏 因为题目要的是 按照什么 西瓜价排序 所以你就给它一个 西瓜价的栏位 放在第一个参数 那Ascending 就是你要地增还地减 Ascending的话 是预设是地增 那如果你要地减的话 那请你给它False 其实后给零也可以啦 零的话就是False 如果给一的话就地增 所以Ascending后面如果是等于 True就是地增 等于False就是地减 或者也可以改成什么 改成一或零 一的话也是地增 零的话也是地减 OK 应该可以 所以这里啦 其实你False 像我的习惯 如果个人写的话 我会把它改成零啦 OK 为什么零就是False嘛 那你要打False 然后打五个字 打零就打一个而已 对吧 所以相对比较简单 结果不一样也OK 但是考试好像 它这个地方 好像一定要写False OK 所以这个可以要注意一下 因为它有标准答案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就把它排序 所以排的话呢 我们它写的话 我们先不要写某一档 我们就假设 排完之后全部帮我 四个人位全部输出 那你可以看到 西瓜架 它有没有地减排序呢 看到 没错 它有地减 这个其实跟Excel里面 那个埋相 力道会按一下就OK了 就直接排序 其实到底是一样的 只是说在Pandas 你要借有一个方法 叫Sort的底线Values 后面要给它两个栏位 差别在这边 那如果你只 它这个 另外的话 它只希望你 就是产生的结果 只要西瓜架这个栏位 其他栏位不要显示 那不要显示的话呢 其实有几个方法 当然考试里面的话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这个DF Data Phi的物件 你直接给它一个栏位名称 就叫做西瓜架 就是这个西瓜架的话呢 实际上 如果你给一个栏位的话 那它就会 只显示这个栏位的资料 OK 那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最后得到的就是 这个 西瓜架的地减排序结果就出现了 OK 这样的话呢 就只会抓西瓜架的这个栏位 那另外当然啦 如果你这边 你想说老师 那如果我今天 我不要用那个 DF1 我想要用上个礼拜 讲那个LOC 或ILOC的话 可不可以只显示 那个西瓜架 当然也可以啊 如果 只是说啦 如果这样看起来 好像用这样的方式最简便 可是如果你要真的用上个礼拜那个LOC的话 因为我讲过 LOC跟ILOC 它变成中瓜五里面要给两个 两个讯息 前面是列后面是蓝 OK 那如果你假设啦 我要全部的列的话 你就一个冒号就可以 全部的列 逗点 哪一蓝 OK 那你就什么 就是类似像这样 等于是如果你要用LOC来 显示西瓜架的话 这个蓝位的话 那你其实打这样就可以 那你会发现 显示出来的结果 跟刚刚的那个 有没有用那个DataFrame的方式 其实结果会是一模一样的 OK 那如果用ILOC的话 其实你们也可以试看 这个其实等于是 复习一下 ILOC 那如果ILOC的话 一样前面是列 但是后面 就是列的部分 跟蓝的部分 它跟 LOC最大的差别 是LOC 要给文字 那ILOC呢 要给数字 OK 所以前面一样 冒号是指的全部列 后面那个参数是哪一蓝 哪一蓝的话呢 那我们就不能给文字哦 你要给哪一蓝 那蓝的话 因为索引子是从零开始 所以西瓜架 它应该是在第零蓝 所以你这边后面补一个零就可以了 前面冒号指的是所有的列 OK 后面的 这边少了一个后中刮符 OK 就是不管是LOC也好 或者是ILOC也好 它一定要包在一个中刮符 跟它讲说哪一列 哪一蓝 OK 所以这个如果把它执行的话 结果应该也会跟 刚刚的LOC一样 OK 然后这个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排序 sort value OK 哪一蓝 然后排序方式 然后再取得西瓜架 OK 这个是第二题 第三题的话 它要我们怎么样 计算台北一 台北一 所以只要抓台北一 的那个行情显示就好了 那如果要抓台北一的话 刚刚是抓哪一蓝 对不对 现在要抓哪一列 所以这边只有 如果要抓哪一列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其实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云端也是35页这里 那其实在这边的话 这个参考答案里面 它是给的是用LOC 所以如果假设 我刚刚讲过 比如说我要抓哪一列的话 我想要显示的是台北一 这一列的资料 OK 那其他不要显示的话 那我们如果在那个 用LOC的话 你直接怎么样 点LOC之后 中瓜湖里面 就直接给哪一列的讯息 就把台北一搬过来 OK 那后面的话呢 你想说老师 那我后面蓝的讯息 要不要加 其实如果你后面 假设没加的话 它会把所有蓝都带过来 所以你会发现这样显示出来的话 它得到应该是什么 就是台北一的所有资料 台北一的所有资料 就这些 就是西瓜是10.10 然后量的话呢 是各十百千万 十万 十二万多啦 OK 那香瓜是14块多 量的话那一万八千多 那不过呢 因为我只是抓一列 它排列不会是横向的 它会把它变重向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没有它把它变重向 类似像这样子 OK 当然我讲过啦 如果你假设你要把它改成LOC ILC 这也可以啦 这一题 当然考试的时候你用LOC 可是如果你假设 你要把它改成什么 你要把它改成LOC的话 那一样 它是在地系列的 所以如果你要第二列的资料的话 你就梳理2就可以了 OK 那直接把它执行 刚才讲说 我要抓第二列的资料 帮我列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把它改成ILC的话 那其实给个数字指的是第二列的意思 那如果你用LOC的话 你要告诉他 那个列的index 它的索引词的名称是什么 OK 差别在这里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把那个这个地方 所以我刚刚讲做的是这个部分 OK 就是把台北一的那个相关的资料 把它列出来 它是指的是全部 那最后是要修改 修改有三个 把三重市改成三重区 所以只要是香瓜 只要是香瓜 通通改成羊香瓜 OK 那改的方式 其实你可以看到把它拼得出来 你可以从那个所有的资料里面 改其实主要是改这个 就是这个三重市将来要把它改成三重区 那香瓜这个跟这个前面要多一个羊 所以其实主要三个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在index里面 这个在colens里面 所以我们如果要改的话 其实蛮简单的 你直接可以用index 跟colens去修改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这个答案在这边 OK 你可以找到三十五页这边 OK 然后修改的部分的话 你先来看这个资料 OK 那因为三重市的话 它的index值在最头 在第一个 所以是中国二五零 指的是哪一个呢 指的是这一个 OK 所以它的位置刚好在第一个 OK 那第一个数影值是零 所以直接把原来的三重市 重新复以一个资料叫三重区 所以它就会把这个三重市 改成三重区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这个colens的位置 这是零 这是一 这是二 所以这个二跟三 分别要改前面多一个羊 所以这个叫colens二 colens三 所以我就把colens二跟colens三 重新把它变更 变更之后 特别注意最后呢 一样必须把资料 重新再丢回去给data frame 所以怎么样丢回去给它 记得 它这边有一个方法 叫data 这个df.index 把资料重新再丢回去 也就是说修改完之后 你还要再做这一个动作 如果你没做这个动作的话呢 也不能算是完成修改 包含index修改 包含colens修改 最后的话呢把它拼得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部分把它执行 那你可以看到 有没有改过 三重四变三重区 香瓜有没有 变成羊香多一个字 这边多一个字 OK 那就可以做个变更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前面的话呢 主要练习 当然跟上个礼拜的301 有点类似 排序 那抓资料的话呢 分别当然用loc跟iloc 仿佛至于哪一个方法好 我觉得你们还是就是照 就是说可以见机 就是按照自己的习惯 像我当然比较习惯用数字 因为常用数字感觉比较 比较状况比较 而且将来如果跑回圈的话 通常还是数字 所以iloc 相对起来 感觉用的机会好像比loc 来得更多 那loc的话呢 可能就是要给它的文字 或者里面的资料 它才有办法显示出来 其他的话我想请各位试试看 就是还有index的变更 跟colons的变更 那这一体验实际上 大概就先到这里 那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做完之后 请各位再练习305 这一体 305 305的话 题目部分 也是在云端上面 你们可以看一下 305 那这一体的话 它是登格勒的病例统计 这个资料应该是来自于 那个政府的开放资料 前一阵好像登格勒 突然夏季又复发了 所以这个 那这一体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说 它提供给我们一个CSV档 所以这一体你不能够 直接有资料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先要去下载 那个CSV的档案 那将来考试的时候 它会提供给你 所以你直接在那个考试的目录底下 就会有这个 那如果你要抓这个登格勒的资料 你们一样可以到云端摆管上面 找到那个 云端上面 找到Python 3 截取与分析证 然后找到Read 305 这个有个点CSV 那一样你可以把它按右键 把它下载下来 OK 那就这个资料 那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其实它给的 给的 这个是乱码 那主要原因 因为它应该是UTL8 UTL8的话呢 如果你直接用那个什么 用以色友开的话 那会就乱嘛 那如果假设 你想说老师 那如果我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当然我好像有跟我讲过 几个方法 第一个的话 你可以用记事本 把它转换它的什么 如果你要 把它下载下来之后 解决的办法大概有两个 不过我建议好像第二个方法 上里面会不会讲过 第一个方法就按右键 把它什么 开启 档案的话用记事本 记事本呢 在记事本里面的 档案里面 另存新档 那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编码 它会是UTL8 你就把它改成ANSI 直接存档 这样就变更了 它的什么呢 它的那个编码方式 可是这个有点像破坏性的 储存档案 就是存了之后 它一边编码方式 就改 改成ANSI 而且可能会发生一个状况 什么状况 存档的时候 它会跟你讲说 你那个编码的方式不一样 可能会有一些字 无法显示 有没有 可能你们不知道 我们特别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你想说 为什么会有跳出这个讯息 跟各位讲 ANSI跟UTL8 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就是ANSI的话 它总共中文字 我记得好像是一万三千多个字 有些它的那个中文字 它收入的有一万三千多个字 但是UTL8的话 里面收入的字 超过两万多个字 所以有很多的喊用字 不过前提是喊用 如果刚好你的资料里面 有用到喊用字的话 那你存档 就会发生一个问题 诶 那个字 在UTL8里面有 可是在ANSI里面没有 那它就会变成 如果你假设硬要存的话 那有可能会变成写字出来 那个喊用字会变问号 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 因为那喊用字一般 我们在工作上遇到的比较少 但是不是没有 OK 所以跟各位讲一下 可能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那这个是方法一 如果假设 你要把它转码 开起来不要乱码的话 方法一就是按右键 这个什么呢 开启的话用记事本 然后另存 把它储存 那第二个方法呢 我们要推荐 就是说呢 你可以先开这个Excel 开Excel之后 你就不是直接用Excel开喔 而是说什么呢 你用那个Excel里面有个方法 就是直接用秽入的方法 就是你不要直接去打开它 你是先开Excel 再用这个Excel里面的方法去把它打开 然后再利用Excel里面的资料 资料里面有个叫从文字档 OK 所以这个功能 那你想说老师 那个 CSV又不是文字档吗 其实它是吧 OK 只是副档名不是点TNT而已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直接找那个资料里面的从文字档 然后呢 找到什么 找到我们的下载 我刚刚有下载那个Read305 OK 所以你就找到那个 下载里面的Read305 下载 下载就对 然后Read305.csv 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你直接开 它不会跳这个画面 其实理论上应该直接开 应该跳这个画面 什么画面 你选你的编码方式 如果它直接跳这个编码 那就没有那个乱码的问题 所以我们变成说 方法二 先开Excel 再利用Excel里面的资料 从文字档 然后呢 找到这边有一个UTF bar 这个功能就OK了 然后你就下一步 然后跟他讲说 你的分格 分格方式因为是CSV 所以是豆点 所以豆点一定要打多 然后再下一步 然后这格式的话就按预设 然后最后贿赂 直接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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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这样的话 资料就过来 好 那直接就把资料打开 放在A1上面 按确定 这样子资料就过来 而且不会有乱码问题 所以将来 如果开吓 如果开启UTF bar的档案 我比较推荐这个方法 比较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个资料的话 Ctrl向右 总共有Z Z的话是到26个栏位 有这么多栏位 但是实际上 它其实不是全部每个栏位都需要 它其实它的问题是什么 它问题是说第一个 把CSV先读进来 读到哪里呢 读到Pandals里面的Data Frame 第二个的话呢 它要先 它总共有 一样有四个问题 就是要先递减 递减排序 递减 刚刚不是也有 递减 然后显示 居住县市的病例人数 居住县市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一个栏位叫居住县市 居住县市有这么多 Ctrl向下一下 总共有346 简移345笔资料 光是居住县市有这么多 它要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要怎么样 把居住县市显示它的人数 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把它按照县市 算出它总共有多少人的病例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显示感染人数 最多的五个国家 感染人数国家看有没有这个栏位 感染人数 应该有个感染的国家 对 感染国家 所以 需要用的栏位 第二个问题应该是感染国家 感染国家一样 这么多 但是你会发现 那我要怎么样把它群组在一起 OK 它其实最简单 如果你假设 你会很销售的话 枢纽分析表这样 比较OK了 但是 如果在Pandas里面的话 如何做到类似 枢纽分析表一样的事情 OK 所以这一题吧 如果等一下我会讲 如何利用枢纽分析表 然后把枢纽分析表的概念 转换成 利用Pandas的部分来完成 第三个是 显示台北市各区 各区的病例 是不是有个各区 看一下 这边好像有 各区应该在这里 应该是居住相镇的一个栏位 OK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显示 台北市最近的病例日期 病例日期 日期应该有吧 应该在哪一个栏位 发病 发病在第一个栏位 那怎么知道哪一个是最先的那一个 OK 所以有四个问题 那怎么解决这个方法 那当然 他这个题目其实 就是要你用Pandas 来完成 当然我等一下会显示 我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这一题 如果你用 你会用枢纽分析表的话 这两下就OK了 因为枢纽分析表真的太好用了 对啊 如果以Sale里面 你会用枢纽分析表 OK 真的非常方便 但是 有的地方可能不允许你用枢纽分析表的话 假设你要把它转变成用Pandas来完成 那该怎么做 一样的事情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这个部分 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305这一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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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